柯文哲昨天專訪表示自己7月2號去環南市場是被設局 他根本不知道要跟這麼多人一起去開記者會 柯市長說他被設局 其實這樣是有損他高智商的形象 有損他高智商的形象 有損他高智商的形象 事實上在環南市場的這一個案子裡面是在之前 那我們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以及這一個所謂精準疫調的這些疫調資料的分析 我們判斷說環南市場是有群聚的 而需要更積極的一些介入的措施 包括普遍的篩檢 然後就做好這個分流跟隔離 那還有這些個案的一些安置 那所以在這個 指揮中心就決定 所以必須要介入 那成立這個前進指揮所 那這個前進指揮所是會跟 北市府一起來成立的 所以在事前 指揮官就親自打電話通知了 北市的副市長 那柯市長也知道 所以當天到了環南市場 事實上柯市長是比指揮官還早在場 在那裡 在那裡 這個前進指揮上 那柯市長是在那邊 一旦 我們要給他